自从迷上了余政的新剧《演戏攻略》 因为这剧派上去制作精良 从剧里面的背景布置 到演员们的服装造型 和演员在先的演技 尤其是绝对不傻白甜的黑莲花女主 小编每天准时蹲守追剧 跟着朋友一起看魏英勒不仅对天对的 还从对宫女到对皇上 虽然女生光环太耀眼 但是实在是太爽了 比起那些女主玛丽苏的剧本 这部剧可以说是挺享受的了 但是小编今天要讲的 不是黑莲花女生魏英勒 而是复查皇后身边的贴身大宫女 与皇后在宫里相互扶持 最后嫁给了魏英勒初恋情人复还 实现宫女的逆袭人生的 让观众我们非常讨厌的 想打死在天桥底下的 刘苏青饰演的耳青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耳青在八年前居然是美人心计 里面纯纯动人的张燕皇后 小编一直都觉得这个耳青很眼熟 总觉得在哪部剧里面看到过 但是死活想不起来 后来去网页科普了一下 原来是当年那个让小编 喜欢到骨子里面的丑女皇后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从温温柔柔清纯可忍 这无害小白兔倒心狠手辣 运筹帷幄着心机上位宫女 这个气质真的是变化非常大 难怪小编一直认不出来 苏青啊 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 苏青当年在美人心计 里面饰演的张燕皇后 长相清纯可忍 仿佛人畜无害的林家姑娘 奔马中又带着甜美 少女感十足 还有富贵人家的小公主般的 大家闺秀气质 小编一直觉得这演员 非常由女主脸 只是后来一直没有看到 这个女演员的其他作品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作品是有了 却是反差如此大的一个角色 《沿喜攻略》里面的耳青 又心狠手辣 一门心思攀高知己图 翻身做地主 这样的心机女 谁能想到 是当年纯纯的处女皇后 虽然耳青也是一个 有善念的角色 但是在剧里面 更多表现出来的 是一生都在忙着 光于心计的女人 在剧里面的设定 势妥妥的反派 小编不禁感叹 这演技 着实在现 从八年前的张燕 和现在的耳青 对比一下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已经28岁的苏青 脸部自己 不像当年那样 饱满水嫩了 虽然说 28岁 在娱乐圈还不算老 很多女明星 也保养得 像20出头一样 但是很明显 苏青保养得不太好 跟同龄女明星 对比起来 显得老像一点 稍微做一点凶的表情 就会显得很有诚服 刻薄寡淡 不过 除了演技 小编不得不说 这个女演员 苏青的脸 也是在这八年 残低很快 非常可惜 八年前 她的脸还是非常饱满的 唇部也比较厚 给人一种 无害目内的感觉 看起来少女感十足 但是现在的脸部线条 却比较消瘦 唇部线条 也因为妆容的原因 变得薄 显得非常的寡淡 搭配她的眼神 甚至有些凶狠刻薄 也难怪可以实现 从一个纯纯的少女 到心机女的转变了 根据原著小说 和历史上的记载 耳情的设定 是号称 满清第一大美女的 连贤飞也要说上一句 你才是我们这些人 中间最美的 但是相信观众们 都心照不宣的觉得 其实苏青是演的耳情 有点闹气 算不上第一美女 更不至于说惊为天人 不过看剧虽看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